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这个家庭里面 他爸爸生了19个孩子 但只有四个男孩 一个女孩 是用爬行的 不是每个都这样 只有五个 五个这样爬行 而且在伊拉克也是很绝 他生了十个 五男五女 也是一半爬行的 因为有一半爬行 一半是直立 他没办法走吗 对 没办法走 完全没办法直立 他必须要这样爬行 你知道为什么科学家都来了 你知道吗 因为这叫做反主现象 反主 对 他从直立变成爬行了 人类的祖先是爬行的 一直到智人的时候 人类才开始挺直腰杆 才走起来 所以人类原来的机器 是爬行的 才解放我们的双手 对 解放我们的双手 才开始做工具 对 那这些人开始反主了 他的基因反主 所以我告诉你 神经专家 DNA专家 这个基干专家 骨质专家 全都来了 要搞清楚 为什么他们反主了 如果能够找出他们反主的基因 将是人类成长的大突破 因为我们常常讲 有一个失落的环节 对 这个失落的环节 就是不了解 到底在哪一个时代 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人走了起来 人站立了起来 所以伊拉克跟托尔奇 这两个家族 可不可能把人类最神秘的基因 而其中最失落的环节 给补起来 所以去研究他们了 所以全世界最顶尖的医学专家 都来研究他们 因为他们觉得 注意看 他们这个形 这个走的这个样子 非常非常像 红毛猩猩 像猩猩 非常 你看 这非常像红毛猩猩的样子 而且有点像熊的样子 所以他们出现反主现象 好 那 所以他们变得跟猩猩一样了 你看 他们就跟猩猩这个样子 是非常非常像 跟这个熊的样子 也是非常非常像 你看这海边的走的样子 所以 到底他们能把环节 给补起来 你说反主 反主一定觉得 他们的手只有脚的功能 对不对 一定是不灵活 那手退化了吗 但是 一研究 他们的手 第一个跟正常人 是一模一样的 第二个 注意看 那手跟正常人一样 当他们坐下来的时候 他的手灵活得不得了 你看 他坐下来的手 这就是那个 他可以穿针 穿线 支衣服 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这就是刚刚爬行的人 这就是刚刚爬行 他现在是坐的 跟猩猩一样坐的 然后他动作跟猩猩是一样的 但他要走的时候 他就是用爬的 所以坐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还有什么不一样 对 看不出来 他的手非常非常灵活 我告诉你 邮宝姐 他绝对不会比你不灵活 是 对 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科学家去验证了 觉得奇怪 他就是爬行 但是手跟人类 是一模一样 这个让科学家充满了疑惑 所以更要把他们基因的问题 给找出来 太特别了吧 对 他除了爬行以外 跟一般人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而且他可以用柱形器行走 那柱形器行走 靠他手的力量 好 所以这个家族 所以还要训练他直立 这很难 因为为什么要训练他直立 就是要把人类当初从爬行 怎么变成直立 你怎么站起来 怎么站起来 全部要搞清楚 所以他们变成人类失落环节的一个地方 最好的一个研究的教材 对 所以现在整个他的变化 现在要看他长时间这样直立走以后 他能不能站起来 他能不能站起来 他的脊椎 他的骨骼 能不能适应 而且最重要一点 他脊椎骨骼 会不会起某一种变化跟作用 这个是科学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很多神秘家族 对 我告诉你 辣美人真的在地球上是存在的 辣美人最重要一点是什么 他的皮肤跟湖水一样的蓝 但真的在美国 那个山脉里面真的有蓝血家族 我跟你讲 他们真奇怪 不是血液是蓝色的吗 对 不是 他皮肤是蓝色的 而且他整个脸 注意看 这真的照相 整个脸 是蓝色 我跟你讲 先头 他也不知道怎么来了 他是一个 伊丽莎白的一个女子 美国人嫁给法国人马丁 生出来后 也不是全部是蓝的 也是一部分一个蓝的 那他们堵在山里面不出来 1958年 有一个姓卢的 他的太太生病了 他带到医院里面去 医院撒住了 他太太是整个家族里面 最蓝的一个 一看就跟辣美人一模一样 他整个人 皮肤 皮肤 蓝色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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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你知道 后来科学家一研究 蓝到透明 他为什么这么蓝 为什么 原来他的皮肤里面缺氧 他有个基因不对 那个基因不对 让他整个血液缺氧 血液缺氧之后 让他比血液的颜色 变成深色 当人的血液变成深色之后 你呈现在外表 就变成蓝色 蓝皮肤 我跟你讲 你不要不相信 我有一次在 荣民总医院昏倒 我的血压只剩下 20的50 那是致命的 那20 50代表什么 血泥不流动了 不流动 我在昏倒前 你也变蓝色了 我一看不是变蓝 是变绿色 我刚刚不变 你的皮肤变绿色 我在昏倒之前 因为20 50一定会昏倒 我在昏倒之前 我一看 我整个手 变绿色 所以我完全相信 他们血液缺氧的时候 它会变成蓝皮肤 那市长 先讲到的 地道里面 最神秘 最庞大的 其实就它在旁边的土耳其 对 包杰 你知道全世界地下城 最大最多的地方 其实就在土耳其 土耳其这个地方 土耳其中部 有一个叫卡帕多西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其实很大 台湾的 比台湾还要大 比台湾还要大 底下 陆陆续续发现的地下城 有几座你知道吗 三百多座 三百多座 而且还陆续 2015还发现一座最大的 地下 深达地下差不多七公里 你说现在还有挖掘新的 对 七公里 而且那个地下十五层 十五层 一层一层 以前只有七层 那现在发掘 发掘那个十五层 长达七公里 的一个地方 那你可以看 他们讲说 这个也是世界十大美景之一 因为在你如果从空拍去看的话 它其实有的像蘑菇一样 你看 他们说这个地方是石头的金银之城 它其实在早期是一种火山爆发的地方 火山爆发以后形成的这种火城岩 火城岩 那可能在几 多少年轻不知道 在中古时代的时候 有人讲说可能是战争 所以他们就往地下挖 往地下 因为战争的关系 他们就往地下挖 保健你看 他们挖这样一层一层的 里面多大 他里面有马厩 我为什么特别提马厩 表示他的通道很大 而且很高 那个马可以这样在里面 马可以在行走 对可以行走 而且你知道 他里面除了马厩以外 他更大的还有教堂 在里面可以上上教 你们还有聚会所 聚会所 教堂 会议室 是 全部都有 那所有的东西 你知道他一定要有一个通风设备 所以他有一个宿井 隔几十公尺 就有一套宿井 宿井 通到那个地上去 所以有人讲说 这个地方里面 他应有就有 除了教堂 教堂本身也有 你看这一张 教堂也有 马厩也有 住宿的地方 洗澡的地方 全部都有 餐厅什么都应有就有 所以这个地方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他三百多座城 挖出来了 一座台湾大小 三百多座地下城 到底他怎么不会迷路呢 对 而且这个工程很大 所以这个争议很大 有人讲说大概有 一两千年历史 有人说大概一千多年 到几百年的历史 但无论如何 他用途到现在 也没有办法确定 有人说他根本就是 以前的人 他喜欢住在地下 所以他在挖这些地下城 好那算一下 刚刚讲到的 刚才那样来的时候 很多人就要躲在地下 躲在地下是一个 非常不舒服的经验 但刚好有一个奇迹就是 我们之前 谈过土耳其 有一个神秘的地下城 我们现在找到更多 精彩的影片 从那里可以看到说 原来在这种地下洞穴里面 他们营造的是一个 奇特的世界 这个是在土耳其东部叫做 卡帕多奇亚地下城 然后过去只看到 它有地下画面 但是现在已经变成是 可以用热气球空拍的时候 去看地下城的上空 而且它是在两座火山之间 那些火山噴出来的岩石 他们在这边 所以你看到下面 这些白色的石头下面 就是那个地下城 而这地下城 它总共如果通通住的话 可以住30万人 30万人可以住进去 里面有36座小城 然后36座小城 都在地底下 都在地底下 总共到现在 身13层 身13层已经 探索到地下 85公尺的时候 还没到底 它到底有多深 都还不知道 那这里面呢 穿来穿去 对不对 非常的绵延 但是呢 里面呢 有神坎 有那个木马的地方 有马券 马券可以在仰带里面 然后山羊可以仰带里面 有医院 有食堂 有教堂 然后这个地方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一只是一个谜 因为呢 他们里面这么多人 可以挤在这边呢 保洁他总共有 一万五千个通风口 所以人躲在里面 根本不会有问题 而且他呢 是有个防御战争的功能 所以路口处呢 非常的窄 他每个通道 还有那个每个城 你看 这就是他城的一个设计 里面住的地方 每个要通道 和每个通过去的地方呢 都只能一个人的宽度 一个人宽度代表着 你任何能攻进来 你就只有一个人可以进来 而且呢 有些地方呢 刻意的 就是把你砍一半 所以呢 要90度的鞠躬 才能够走了进去 要弯腰才能进来 弯腰下去 所以你要一外面攻进来 你腰一弯 我就可以攻击你了 而且最奇特的是说 这个团到底是谁建的 最早的时候是说 在九百多年前 那时候散逐呢 因为有很多基督徒 怕散逐了欺负 所以他们躲进去 确实找到他们的文物 可是慢慢在找的时候 发现说 最早的时候 西元一世纪的时候 那时候罗马皇帝 也欺压基督徒 他们的文物 也在这里面 可是最新的奇特的是说 科学家继续找 竟然发现 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就目前推估 在八千五百年前 就能挖这个城了 八千五百年前 对 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也在这里面 八千五百年前 有什么样的战争 需要我躲在地洞里面 这么厉害 所以这是一个谜 而且八千五百年前 开始挖这个城 刚刚讲的 它是火山 那个喷发出来之后 所堆积的岩石 其实呢 也是非常的难挖 很坚硬 很坚硬 所以八千五百年前 开始挖这个城 经过了这么多年 这么多万人 在里面住过 可是为什么 在八千五百年前 就开始挖这个地下城 到现在为止 找不到最后的答案 而且算上 刚刚讲到的 这里面最神秘的是 它里面其实没有神秘感 在里面的人 你怎么会不会迷路 好像在里面 外面的人一进去 你根本分不出东西南北 它是每个通道 每一个密室 是层层相连的 完全连通的 它怎么做到的呢 你在地底下 你怎么会有一个 卫星定位 你怎么会有定位 这么精准的 来挖这些洞穴 是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 就是说刚刚讲的 它总共呢 保洁它里面呢 大层小层 层层相连 有三十六座 可是三十六座呢 有时候你走一走 就往下面钻 又有十三层 可是呢 外面的人进去 一定迷路 对 可是呢 过去的时候 八千五百年 可是你在挖的人 我怎么知道说 我可以分配得这么好 而且我可以层层相连 而且我不会迷刹掉 这个东西也是不知道说 好像有一个定位 就是在地下城里面 所以我该怎么转弯 该怎么弄 而且最奇特的是说 它都有非常细的通风口 你已经躲到这下面了 对 它还都有通风景 通风景 而且有一万五千座 你在这下面的时候呢 你怎么知道说 我这个时候往上挖出去 我就可以有通气 而且它还有水道 它还有排泄了一些水道 它有水道 因为不然人在里面 它有卫生下水道 就是有一些卫生设备 你可以把那个脏水啊 或东西呢 往那边去储存 或往那边给送出去 到底谁指挥 谁叫他们去做 能够挖到现在 到目前为止 几十年 从一九六五年发现到现在 还没人看到它最后的底在哪里